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樹桿實驗室,我是怡薇 過去啊,我們數學實驗課做過很多的手工藝 今天呢,就要挑戰最古老的手工藝 編織 早在舊石器時代 人類就會利用植物的枝條來交錯編織成王谷 裡面裝些石頭呢,就可以當作狩獵的武器 在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啊,開始利用編織製作衣服 尤子銀裡面就有提到 磁母手中線,尤子身上衣,菱形秘密縫一孔遲遲歸 更是把編織這種需要一針一線才能完成的特性 用來比喻母親細膩的情感 編織這種能讓人寄託情感,沉澱心靈的特性 相信前陣子奧運適應許多眾人的目光 其中一位超帥的英國跳舞選手Tom Daly 就可以證明這件事 但是啊,這張看似文靜的手工藝 在戰爭中卻扮演著攸關國家存亡的重要角色 竟然有間諜用編織來傳遞情報 到底怎麼辦到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說到編織,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我們身上穿的衣服、背的包包都有編織的身影 可是你能夠想像,你現在身上這件衣服 其實隱藏著攸關生死的情報嗎? 一想到傳遞情報,你可能想到上 凱撒用特定的木棒跟密碼條 模仿遊戲則是透過電報 不可能的任務呢 阿湯哥會收到一個來自路邊電話廳的來電 要是不小心被敵軍攔截或破解密碼 就可能造成我軍的滅亡 接下來講的故事呢 證明了編織這樣的技術 就像是個保刀未老的退休偵探 看似無害卻深藏不露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有一位英國情報員他利用編織隱藏搜集來的情報 偷偷向英國軍方傳遞訊息 成功躲過了敵方的追查 他就是菲利斯拉脫爾 2014年他獲得法國政府頒發最高榮譽勳章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表彰他對戰士的傑出貢獻 而他現在已經100歲囉 那整個故事是這樣的 1944年5月 23歲的拉脫爾原本是一位英國空軍飛機機機師 他收到政府特殊駐專單位徵招 在受訊之後前往法國諾曼蒂擔任間諜 他的任務是要確認 德國納粹士兵在當地的部署狀況 幫助英國軍方為諾曼蒂登陸做準備 有一天拉脫爾準備要出任務 有人就告訴他說 之前派到法國男性間諜都很快被抓到 然後被處死了 所以考慮到女性可能比較不會被發現 這次我們特別指派了你 哇拉脫爾心想說 原來他被賦予了一個這麼重要的任務 當然得特別謹慎啊 於是他就開始想 你該怎麼樣比較不會被發現呢 大家現在看過很多間諜電影 每個成功的情報員 都有一個成功的偽裝身份 當時拉脫爾的偽裝身份就是 賣肥皂的貧窮女孩 選擇這樣的身份可是有原因的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拉脫爾呢 每天假扮成像納粹士兵 販售肥皂的少女 他常常騎著單車到處逛 還利用他流利的法語和士兵們 假借聊天之名行偷情報之時 如果是我連肥皂都賣不出去了 他還想要想辦法去從話語之間 套出德國軍隊的位置 這個真的需要很高超的聊天技巧 也不虧是獲得法國最高榮譽的情報員 那麼能用肥皂套出情報已經很厲害了 重點是該如何將情報安安全全的送出國啊 更何況當時德國還有秘密警察 會暗中觀察行為舉止不尋常的人 拉脫爾是怎麼做到的呢 原來他隨身都會攜帶編織工具 包含一塊附有2000組代碼的絲綢 當收到情報就會利用摩斯密碼把情報加密 再把這道密碼編織下來 一組訊息經過編織加密跟傳遞情報 大約需要半小時完成 而德國軍方需要大概一個半小時來破解密碼 搞清楚情報的傳遞來源 所以拉脫爾經常要移動位置 跟敵軍玩躲貓貓 有時候乾脆直接睡在森林裡面 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過也還好 因為他常常騎腳踏車到處逛 對於環境有良好的掌握度 幫助他成功躲避敵方的追查 看來以後玩遊戲選職業 選一個會到處賣東西的身份是好選擇喔 但其實啊 間諜工作不是在演電影 並非每每都這麼順利 拉脫爾有幾次 就會對他當地警察局盡情審問 但還好老天爺也是照顧拉脫爾的 敵軍左審問右盤差 怎麼樣都沒有懷疑到 他那條有著2000組代碼的絲綢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聰明的拉脫爾 把絲綢藏進他的法袋中啦 是你應該也不會去懷疑一個女孩的法袋吧 拉脫爾的情報員工作持續進行 一直到日後的諾曼尼登陸解放法國為止 他成功傳遞了135則加密訊息 對英國政府的作戰規劃 有著莫大的幫助跟貢獻 拉脫爾不僅是一個非常勇敢的情報員 更令人敬佩時 將編織這樣的技術用得如火純情 沒想到編織也有這麼有趣的故事吧 剛剛故事讓我們看見 編織如何讓一個情報員存活下來 傳遞密碼 但誰可塞州亦可覆州 編織也可能判你死刑 你可能會想 怎麼可能編織會有這麼可怕 還真的有這回事喔 不過這出現在電影裡面不用太緊張 編織決定性命這個情節 可能已經有人猜到了 就是電影《刺客聯盟》的故事 電影是這樣的 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刺客組織 靠著一台命運紡織機在運作 他們會將織布上的線材 交疊失誤所形成的瑕疵 以二進位的方式 零一來解讀出人民 並把這樣的訊息視為到 來自老天爺的聖旨 一旦解出來大BOSS就會安排手下進行刺殺任務 只可殺不可活 藉此來維護世界上的正義與邪惡的平衡 訪問這下期間 如果大家沒事的話可以找來看看喔 說了那麼多關於編織的故事 到底編織跟數學有什麼關係呢? 在我們之前的影片 城市語言之組艾達有提到過 世界上被認為最早的計算機 就是一台織布機 叫做雅卡爾織布機 織布前需要在卡片上面打動 來決定你要的圖案 再把卡片送進織布機裡面 以寫程式來說 機器打動卡就是程式語言的代碼 織布機就像是電腦 我們輸入機器打動卡 只是織布機的交疊方向 來決定編織針法中的上針跟下針的位置 就像電腦語言的零跟一 織布機就會產生對應的不同的織紋 不同的織法形成了不同的織紋 而不同的織紋也決定了編織成品的結構 可以很鬆軟也可以很緊實 那這些編織品結構的特性呢 引來了物理學家的注意 物理學家伊莉莎白松本 都透過了分析編織的數學原理 想著說如果我能夠找到一個公式 將編織品的結構特性 轉換成物理性集中的剛度和彈性 那就可以應用在材料科學上面 去訂製一個可以穿戴的醫療設備 或者是能夠阻擋太空輻射太空儀 將一來就可以減少服裝製造的成本 數學真的是人類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科目 數學不只存在於基本的編織中 還能夠讓編織更加進化 編織藝術的創作中 不少從數學取得靈感 或直接應用數學改良的案例 甚至有創作者本身就是數學家 像是在2010年三宅一生的秋冬服裝修上 設計師從數學家威廉塞斯頓的幾何化猜想中 去獲得靈感 用在服裝設計上面 希臘藝術家彼得羅斯 發表新技法真知演算藝術 事前透過電腦運算棉線交疊情形 並在有200個金屬鉤的輪圈上面 反覆纏繞 最後這些名線就能夠重複交疊出指定的畫面 還有一位俄羅斯的藝術家 在數學家丈夫的協助下 就以這樣的技法完成了許多校長畫 像是蒙娜莉莎的微笑 熱愛編織的退休數學老師 結合數學與編織來設計教具 並讓這些教具作品釋出給學校使用 還獲得數學編織家的稱號呢 看了這麼多編織與各領域的結合 現在就跟著數感先生 用紙條一起編織出屬於你的編織圖案吧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有一張方格紙 兩到三張不同顏色的A4粉彩紙 鉛筆、橡皮砂、尺、剪刀 第一步拿出方格紙 再來畫編織圖案的草稿 這邊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用不同的記號條文代表不同的顏色 第二步拿出一張底色的粉彩紙 其中一個短邊留1.5公分頁邊 頂畫線標記作為底邊線 接著對折 第三步在紙上每隔1.5公分畫直線 你可以運用數學理 兩點決定一條直線 畫出上下兩個1.5公分的點再連起來 就會是一條條等間隔的直線囉 這邊要注意畫直線的時候 不要畫超過底邊線喔 第四步拿出剪刀沿著直線剪開 注意不要剪到底超過底邊線 剪完要長這樣子 第五步拿出剩下的粉彩紙 剪成一條條寬1.5公分的長方形紙條 剪完後就可以根據剛剛畫的草稿圖案 開始編織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編織實驗課啦 歡迎大家用不同的編織手法 創作出各式各樣的圖案 成為小小數學編織家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按超級感謝 給大家支持 宿管很多實驗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